差不多這幾天我們上京來參會 向到雲鳳雅來參會 然後把雲鳳雅、雲鳳雅 跟車去鎮定 郵天河就是我們當地把它化掉 對… 這裡台北市 是 旁邊101 這裡都山 雲鳳那麼大 要怎麼郵天河 其實現在我們全國都要 救護車、小翁車 或許都有印籃主義的名字 我剛才不是說只有一次 每年一年一年一年 每年一年一年 台北市是旁邊101 這裡都山 雲鳳那麼大 要怎麼郵天河 郵天河這個東西 它重溫到這個神秘現機 所以我們繼續去鎮定 要當時才看得到 對 不能去看這個 主人你們就會看到天河 好 其實宗教儀式常常告訴我們 是我們應該要重新去思考 我們跟這個土地 或是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的連結 我們要重新去反省自己 所以你看為什麼這一次 特別會是去安正民 因為那個是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我們去勞定了 勞動了土地的秩序 因為我們去做了很多的建設 或是一些不當的東西 不當的傷害大自然之後 其實那個土地之氣 沒有被恢復之後 其實就會發生很多的災難 比如說天災人禍 所以這樣子讓我們反思是 其實跟大自然和平共處 跟這個社會和平共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回來反思自己 不然過度的勞動大自然的時候 其實會不斷的發生天災人禍 然後天災降溢來給我們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京主年的這一年 台灣的廟宇 基本很多好我們身材的發揮 在民宿科技當中 要跟我們砍掉的技術 就是對這個世間萬物的一個尊重 以及唱會過往的策略 這一次在八四十三休息的過程 也讓我們學習到這些種種的努力 發揮完完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我們翁準 優天好的改單路 究竟台北市区 要怎麼來優天好呢 觀眾朋友 你們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期待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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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聖田 現在王春八樓梯這全部最難攻的 真的耶 這個也太高難度了吧 對啊 哇 王春看了那麼多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八樓梯 以下這個是下坡 這多少人 哇 鳥 剛剛是上坡都用推的還好 可是這是真的是樓梯的 這是樓梯 這個樓梯多嚇了 哇 這個大家幫忙真的沒辦法 哇 這是樓梯 這是樓梯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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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看到沒有 那樓梯是45度耶 我想說應該就是 塞一個空地 而且是樓梯的道路 我還想說八樓梯 就一個夾串 我想說最後一滴路 才是最難的 好 我們要不要來問老師 等一下 我們就主題要來 走 走 走 哇 老師啊 我第一次在信義區這裡 台北市看到翁鑽又天空 對啊 阿姐 你看他剛才八樓 你看他201的在後面 是剛才八樓梯的爆心 對呀 很害怕 不然你看他201的在後面 鄉主委會 鄉主你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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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謝謝你 你有注意到嗎 親愛啦 我們在這裡跟老師開槓 翻開槓 最多的一個離開是我們的鄉主 鄉主你辛苦 鄉主你辛苦 這就是我感覺 一個信用風感動的地方 不管說我們是一個堂師 而且是政客 尤其是誰王鑽這個 我哪會想到在台北市 我才會這樣現象 老師 你上一次在台北市 看到這個王鑽的禮物 上一次因為我年紀比較小 所以我沒辦法 上一次就是17年前 小時候 我們台北市的萬華那邊 還有其他的廟都有送溫船 對 所以其實很難得 因為我們台北市 傳統沒有送我們王鑽 或者說王鑽都沒有 尤其在新計畫區 如果再度來送溫溫王鑽 可以把我們的災難送走 雖然說很難得 在台北市可以看到 不過還是當然希望 不要這麼常常到 就像我們上次講 我們都希望空前絕後 所以希望透過這次王鑽 已經順利圓滿了 疫情一定會馬上平復 對的 這次王鑽的結尾呢 是一場非常澎湃的葡萄 葡萄的科技 在我們生活民宿當中 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方面的感謝無形 在這段期間的配合和體力 另外一方面 跟這個拜拜吃平安的獎品 分享到社會每一個地方去 來完成和萬物重生獎量的滋賓 這也是無人奉舊祭祀精神啊 經過五天的法會 今天這個如果化雕得算完慢啊 我們看到說我們一開始 為到說我們這邊國內的疫情 就是有很多口依來記 還不只我們台灣而已 還要邀請我們全世界各地 說英文、掃文 對啊 這是你第一次參加 整個法會的專業嗎 嗯 還有什麼想法 其實喔 我的想法就是 原來一個法會 要這麼多人到香港 要做回來做這件事 我還有看到一個我很感動的事 指揮堂他們也做了很多散事 比如說我們一開始看到那些美流 對 其實它那個米是 之後法會結束之後 會捐給那些不施給有需要的人 對 如果美流 我們今天看到有什麼 超多普遍 不是說我們這裡 住民的來帶來拜拜 葡萄建築台 不是 那都是我們需要的人 對啊 所以都要管給他們 那就是一個概念 那叫民用量理 民用量理 阿哥有你的 牛猴槍嗎 所以這次會 這次要特別捐給這些醫療單位 所以我覺得很好的一點是 他們除了替這個疫情 全世界的疫情 然後來做這個化解之外 還順便就是 捐贈了這麼多物資給有需要的人 松山慈慧堂從民國一百年開始就陸續捐贈消防局各式的救護車還有消防車輛 針對今年的武漢肺炎疫情 他也捐贈了一萬八千件的防水隔離衣 還有兩千五百件的醫療用防護衣 這是對我們來講非常有幫助的 對 所以在對第一線同仁來說 我們除了在接受報案的時候要去掌握病人的這個TOCC的狀態 那如果說他TOCC是不祥或是有懷疑是陽性 或是他本來就是很明確是屬於居家隔離 或是居家檢疫的病人的話 我們同樣在出勤的時候 就要穿著完整的防護裝備 所以一萬件其實在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可以照顧我們大概一百天左右的這個用量 讓我們比較沒有後顧之內 陳叔 妳看我們這輩子五個發揮 和珍惜總算是完美 對 完美 妳有開心嗎 有啊 也感謝你們大家都來跟無人 十三天跟無人做這項發揮 這樣你們世界大家都可以平安 是 這幾天就是我一直聽到大家都會說 無人主婢 無人主婢 看這五天看下來我真的是覺得 我們都感受到大家的心裡 你知道嗎 妳這麼漂亮 妳來這裡好嗎 因為我去了給那個師姐就是 心驚 對 她就告訴我說 我女兒叫她要常常回來喔 好 她就要告訴我 是 我們要讓她一個安全 讓大家平安 讓一個真的 一個社會的國家 是我們台灣的這個教育裡面 做得不太好 是嗎 讓大家打招 好 謝謝 好 承主謝謝 謝謝 無人主婢 無人主婢 祝福大家平安順利大賺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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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的越來越好過 好久 你就盡量感情 我看 人都怕不怕 中漫漫的都大胎子 心的都是幾輪 未來的如今 咱到天繼續走 中漫漫的都夠福氣 健康和舒適 各位阿兄跟阿姊 我甘過你漂亮 驚你視線發大事 暗暴心電心 三代美女啊 都來吃